大家好,我是青银小卓,今天继续素根花卉的话题 山桃草是柳叶菜柯月剑草鼠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其花粉红色,像是桃花的颜色,因此取名山桃草 它在压热带表现非常好 春天五月初开花,山桃草随风摇摆,婀娜多姿 它生长速度很快,我春天买了两棵小苗 栗仔两月就生长成大苗了 三棵山桃草大概能覆盖两平方,高度约80厘米 秋天复花的山桃草更加柔美灵动 从八月末连续开花到十月 桃花粉和白色的两种花色相互搭配效果很好 百度百科上说,原产自美国的山桃草 现在分布于中国华南,华北和香港 若真如此,山桃草就可以在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栽种了 只是不敢轻易相信百度百科 很多花友都栽种了无尽下巴 只要栽种在半日照环境,表现还是不错的 今年光照过于强烈,加上七八月的温度达到摄氏35度以上 所以秋天复花只有几朵 今年冬天要把大花绣球移栽到遮挡午后阳光的地区 看看秋天复花会不会更好些 花卉植物的开花不但受光照影响和温度也有关系 我今年给植子花和绣球使用了硫酸碗 前年在绣球表层土壤下撒了些硫酸铝 这几年绣球的花朵一直都是蓝色 大花绣球耐寒大概是摄氏零度 养护方面的重点是在冬季保护芽点和枝条 这样在来年春天才能保障开花数量 茉莉、枝子花和桂花等香气浓郁的灌木和小桥木 花园栽种的效果也不错 茉莉和枝子花喜欢微酸性土壤 我用硫酸碗调酸感觉很好用 这其中茉莉不耐寒 在摄氏5度就需要防护 所以冻坏以后就没有再买 我觉得茉莉或许适合热带地区吧 相比之下枝子花可以在亚热带无防护下度过冬天 9月份在菜市看到卖桂花树苗 树形很好的树苗要价20元 我就买了一颗银柜 拿到地里后直接放在土地上 它的花朵继续维持了10天左右 花谢后才下地栽种 我现在想栽种一些小桥木和花灌木 高度维持在2到3米 在夏季三伏天给月季和绣球等遮阴 我考虑栽种在园子里 用来打造阴凉环境的有风树 桂花无花果和竹子近来还买了几颗喷雪花 在奈寒九区栽种月季三伏天的高温也挺不住 以前在阳台整天盼望露天全日照 到了露天后又被晒得很狼狈 枫树有独特的形状和气质 不同颜色的叶片能丰富花园色彩 蜂树洗阳光怕烈日暴晒 我准备栽种在西面树林下 它的树荫下栽种月季和绣球 或者用苹果树和桂花树来遮挡下烈日的暴晒 竹和蜂一样独特 这种竹比较低矮也不会串根 我想找机会问问它的品种名 很想栽种几颗在园子里 在炎热的三伏天当我的月季被晒得凄惨的时候 当我看到无花果郁郁葱葱都会感觉舒心 它耐热耐晒都叫好 用来遮挡烈日暴晒应该会很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 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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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